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一個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我們的節目 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Sam 還有我們的嘉賓 袁醫生 Hello袁醫生 Hi Sam 你好 大家好 聽了我們這麼久的節目 都知道自然療法和療法 是一種全面的醫療 以及整傳的醫療方法 不單止是醫你表面的症狀 還是醫你整個人的 我們過去講了六種的同類療法人物質 我們今集都是繼續講這個同類療法的人物質 今集是講什麼呢 今集是講嚴型 袁醫生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性格 所以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個療劑 英文叫做Naturmuriaticum 其實這是拉丁文 Sodium Chloride 大家如果讀過少許化學 一聽見Sodium Chloride 其實就是鹽 我們平時每天都有機會吃的鹽 你會問 鹽嗎? 通常很少鹽是一種藥 其他醫療都很少用鹽 成為一個醫療的工具 一種調味品 當然身體也需要鹽 但在同類療法裡面 我們將一個 我們所謂叫做 很常用的食物的調味物質 將它成為一個 很好用的醫療工具 Sodium Muraticum 拉丁文 Sodium Muraticum 英文 Sodium Chloride 就是Nature Muraticum Sodium Chloride 其實這個人物性格的經歷 其實很多人都會經歷過 因為它的重心就是 悲哀 深層的抑鬱 和悲哀 在我們大部分人 在一生的過程裡面 其實某個時段 都可能經歷過悲哀和抑鬱 尤其是當你失去了心愛的人 或者伴侶 你都會進入這個 所謂精神的狀態 所以說這個型的人 很多人都會有一點點同感 但是 同類療法的嚴型的人 其實他有什麼性格的特徵呢? 第一 這種型的人是很善感的 我叫Sensitive 很敏感 在情感上是高度善感 以及很斯文的人 很多時候 你看看這些人 高度敏感 很斯文的人 很多時候 如果他遭受到情緒上的創傷 譬如被人批評 或者被人污辱他 或者是故意排斥他 或者有時候 可能真的一個個人的去世 和伴侶的去世 這種型的人 很受這些打擊 很受這些打擊 當他受過情感上的創傷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就會 企圖 建築一個感情的圍牆 保護他自己 他的意思是 他覺得我太過敏感了 我再經受不到這些情感的打擊 他就為了 將來不要再重複這些 失落的沮喪的打擊 他就寧願 將他自己的感情 就是保護起來 即是罩起來 包著他 這樣 我記得有一個例子 有一個音樂家 他從小 都是跟他媽媽演奏鋼琴的 一個大人一個小孩 跟他媽媽的關係很密切 很密切 他就到處去表演 但有一次他媽媽突然間過世 可能心臟病 這個小孩 有一個很大的感情上打擊 然後他成為一個比較出名的音樂家 鋼琴家 但自己又很得體 又漂亮又斯文 所以追求他的人很多 但因為他經歷過失落媽媽感情的創傷 他很怕再遭遇到這些感情的打擊 所以他人們怎樣去追求他 追求他 他都是沒有什麼反應 所以直到年紀越來越大 他一直都是保持一個獨身的 一個很漂亮的 很有天分的鋼琴家 直到他有一次機會接受同類療法 那個醫生拿了他的案子之後 是斷定他是很入型的鹽型的人 開始用同類療法的鹽療劑給他 他吃了之後 那個人的性格馬上改變了 好像在三個月半年之內卻結婚 他過去是拒絕的 他會保護自己 他不想再受傷 因為他實在是太善感 他覺得他這種痛苦是太深的 直到同類療法的療劑 把這個情意結解開之後 他就開始開放自己 始終同類療法說來說 是要將一個人健康化 是 健康的人當然不會有這樣的情緒 都會容易找回伴侶 結婚 開開心心 過去他就有這個結 他不能夠進入感情的關係 因為他擔心感情會再受創傷 因為他擔心感情會受創傷 感情會受創傷 很難的 他當然會比較內向 性格內向 以及很正經 很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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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責任感 以及很追求完美主義 當然 他通常有很多屈結 起碼在精神上 有很多屈結 如果你跟他做會診 其實他很難拿到資料 尤其是他情感上的資料 他很少透露給你知道 你真的要很小心去問 他才會慢慢說出來 或者你要向他家人幫忙 我記得我最近有一個例子 這個病人是有癌症 好像有乳癌一樣 我拿他的資料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是嚴型的人 結果我就問他妹妹 她妹妹從澳洲回來 專門安排她姐姐來看我 我就跟她妹妹聊聊一下 了解她姐姐的性格 果然證實了她是嚴型的人 你看她很端莊 很正經 很內向、很沉靜 很內向、很沉靜 很內向性格、很正經、很嚴肅 但是有時候 這種人就會相反地表現出來 會變成血絲底利 是非常激烈的 那做出來的事 完全是相反的 可能她很開放的 很多人很見銜的 很多時候 將她內心的世界的經歷 都說了 也不會覺得尷尬 尤其是 尤其是當你遇到這種病人 她可能是做過心理輔導的治療 在過程中 她就學習要開放 一般都是這樣 不要將那些事物 寄在內心世界 如果她經歷過這種心理輔導 她可能會變得很開放 跟她本來的情況 是很不同的 可能是相反的症狀 有時候 我們要小心 到底嚴型的人 原本應該是很內向的 很嚴肅的 很多情意結 是屈了在那裡 是不喜歡透露的 但有時候 你遇到一個人 她突然之間 表面好像很開放 什麼都說 內心世界 完全是沒有什麼隱瞞的 這個可能都是嚴型的 有時候 你可以看到 兩個極端的症狀 都會看到 當然 她是一個很保守的人 亦都是情感很豐富的人 所以很多時候 她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事 或者被人批評過她 被人傷害她的人 她就很難去忘懷她 她經常都想起以前那些不開心的事 很多時候 一般人可能不經意來講一下她 或者各行批評一下她 但是她是很入心的 還有 嚴型的人 因為太過內向 很多人遇到這些問題 她就不會去找人幫助 她不會去找一個相熟的朋友去談談 甚至乎 如果有些人 感覺她內心有些很不開心的事 想企圖去安慰她 她通常的反應是不好的 她會說 不要了 沒事的 你不要 不用煩了 或者你跟她說 你越說她越傷心 這個嚴型的表現 往往都是這樣的 因為她的人很正經 很嚴肅 以及很內向 很多人會找她談談的問題 她對別人 我們稱為洗耳恭聽 有些什麼問題 很多人很容易跟她談談 為什麼呢 她給你那種感覺 她的口是很密的 即是你告訴你 你不用怕她到處唱你 所以 嚴型的人 雖然自己的情意結 就很難 由朋友去找朋友去疏蠍 但是 很多她的朋友 很多時候很喜歡去找她 找她 來幫助她的情意結問題 所以 當嚴型的人 當了經常這些情感的創傷 通常她和風感原方面 通常続著 她們就是一段時間 不停地在想想想想 不停地想想想 represented 我們這樣叫做 cannot forgive or forget 即不能夠忘記 而且不能夠歡樹 然後大牛õ 大家會記得 我們可以看到 星晶 messages 有 25 と 故事 当时上帝说,要毁灭罪恶的城 叫基督徒快快丑嘴,逃离罪恶的城 当时有一位人物叫罗德 罗德的太太说,要离开一家人,要离开一家人 但罗德的太太不舍得过去的生活 不听话,向后一望 结果是怎样? 是否变了严厨? 变了严厨 其实严厨的人就有这件事 他经常要向后望过去 他是不能够容易望却过去的不开心的经历 即是很流暖过去 很流暖过去 经常都溺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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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火焚成六个罗德的太太 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人,一个严厨的人 嬴溺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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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溺� 或者那个人是住在很远的地方 他往往会暗恋这些人 当然结果是不开心 可能有问题 嫌不嫌的人往往在他那个恋爱的关系 会往往会会 我们叫做fall in love with the married person 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当然当他受了伤之后 他就close了 即是不能够再开放自己 这类人的人是很负责任的 他是很愚美主义的 他所有事情要做得很尽善尽美 当然作为一个工作的员工是非常之好的 他也可以说有些强迫性的催无求疵 所以所有的环境最好就要控制得好些 当然他遇到一些健康上的问题 例如可能见到面部有少少瑕疵 有少少暗瘡 他就很紧张 要想尽办法去处理它 这种所谓的完美主义的追求 他可以这么说 他在做事方面做得非常企理 还有炎型的人是很手势的 我记得很多时候我们病人 你都可以看到的 他很准时在等我们 你看看他的样子 炎型的人通常是比较斯文 小小粒粒 身体的样子是有特别的样子 好了,袁先生 我想问一下 炎型的小孩是怎样的呢? 我们怎样看到的小孩呢? 小孩可以看到 通常是很乖的 很乖的 很斯文的 而且他的行为 似乎比他的年龄更加成熟 好像一个小的成年人 通常是很负责任 很帮家人 很多时候呢 我们拿个炎型的案子 你都可以看到 他小时候 家务和很多东西 重担在他身上 我记得最近有个案例就是这样 他是大姐姐 因为他大姐 和他家庭都是重男、轻女多 从小时 他什么都做了 因为他很小 但是家里又要帮忙 去店铺帮忙 家里的那些弟弟姐妹 他会乖乖地去做 虽然呢 他会去做 但当然了 内心呢 当然是不开心 当然是不开心 知道家里偏袒他 但是呢 虽然他内心是这样 但是呢 他照做的 很乖的 就是家里的东西 他很负责的 都大的时候呢 他可能都会很顾家的 就是可能兄弟姐妹 爹地妈咪 应该大家 就是 大家一起照顾 那 盐盈的 实验仔呢 很多时候呢 他就 什么都在他那里了 那当然了 在内心世界 压迫呢 那盐盈的人 有很多时候呢 有很多时候呢 会可能要去用药物 来到释放自己 啊 可能会去 有些可能 吃那些 那些吸毒啊 这样 主要是呢 因为呢 他那个 要帮助他麻木 他自己内心 情绪的 痛楚 哦 那这个呢 很多时候呢 你会见到 验刑的人 那个 那个 人物性格 行为呢 很多时候 都会是这样的 嗯 好了 那我们知道了 验刑的性格之后呢 我想问一下 袁医生呢 那验刑的人呢 那些 有什么 关键的症状呢 就是在上面 好了 那我们 验刑的人呢 譬如他精神状态 他就是一个 很关闭的 情绪很关闭 很负责任 很端葬的 还有呢 如果有什么情绪呢 是很影响他的 那么 很多时候呢 他验刑的精神状态呢 就说呢 当他有 他的病呢 很多时候呢 很可能是因为 因为 因为 那个 情绪的 创伤而导致的 尤其是你问他 他可能是 或者 那个 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离开了他 那他跟着他的病 就出现了 他可能跟着呢 就患了乳癌了 通常呢 他有亲这些 这样的不开心呢 都是密密承受的 不多出来说的 那当然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验刑的 很多时候呢 都有一种 情绪低浪的问题 甚至乎呢 有自杀的感觉 就是有这样的念头 通常呢 就是很严肃的 和很端庄的 和很负责任的人 但是呢 他亦都很容易 是受受伤的 就是他不出声 不出声 但是有时候 你不小心说的 他很入心的 就是很敏感的 这方面的 但是呢 因为他的性格内向呢 就算他不开心也好 他是很难哭出来的 那我正所说的 就是如果你安慰他的时候呢 他可能很辛苦才哭出来的 一般来说呢 他都是忍住的 所以呢 是忧愁得来 其实呢 就不容易哭的 那或者呢 你真是 忍无可忍呢 他就直接 就歇斯底里大哭的 就是你一时都 你看到的 有些人好斯斯文文的 平时呢 很多东西都不多说 不多透露的 但是他真的受了 情感创伤呢 你知道之后呢 你走去跟他聊 走开道他 哇 他会大哭得不可收拾 嗯 那就是那种反应呢 就是一种很强烈的反应 那当然呢 他就不喜欢 就是 不喜欢太多人 他不会很多社交去 去找人去社交的 但是 devant他 像我 Tayce說 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都是 那些人会找他聊的 那么 很多时候呢 不能够亡怀、以前的不开心、够受害 他有很多恐惧,恐惧包括什么呢? 包括很害怕有人入屋行劫 有这种很古怪,在我们同类疗法的文献里面 记录这种症状 在家里,他经常要查一下窗门有没有关号 有没有地方那些人可以爬入屋 有时候他有这种无形的惊 怕黑,怕闪电,很怕那些小的地方 即是一种很客宅的空间 怕昆虫,怕菌,还有怕胃膏 是有胃膏的 哦,胃膏 也曾经所说,有时候有一种疑病的问题 有点小的事情,他们很担心 或者觉得胸部有点小的硬快 他很紧张,很担心 那么简单,面部有点小的暗瘡 他很紧张,很紧张 好了,验不赢的人呢 是对粗音很敏感 而且对音乐也很敏感 因为他是一种是罗曼太黑的人 他喜欢看那些romantic story 看那些戏啊,画剧啊 都很欣赏这类这样的电影的题材 有些时候需要借酒释放自己 还有在旌旗前容易敏感 还有容易情绪低落 还有有些时候一种行为 很喜欢咬手指的 其实他很紧张,很紧张 那么紧张的情绪 就不能输涉 他就用这个行为咬手指 咬指甲这个行为 好了,整体来说 验不赢的人呢 通常是比较热的 即是体温是热的人 但偶尔有时候 有些会遇到怕冷的人 验不赢的人一般都是怕热的 不喜欢热的 热会不舒服的 所以你问验不赢的人 你对太阳的感觉如何 他说他肯定他就不会晒太阳的人 而且他很怕太阳的热和太阳的光 验不赢的人很多时候 就喜欢太阳眼镜 有时在平时的场合 都不是那么光 他都会戴太阳眼镜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要保护自己 他不需要人看穿他 所以很多时候你发现 他们的习惯上 很多场合 喜欢戴着太阳眼镜 看到太阳他会避免的 有些验的人 看到太阳 喜欢晒太阳 晒很久都可以的 但验刑的人 是不喜欢晒太阳的 好了 验刑的人 时间上有哪个时段是比较差呢? 验刑的人 大概是早上10点的时候 是比较差的 可以说太阳 刚刚向到最高的地方 刚刚上到顶 10点的时候 开始上到顶 是比较差的 还有呢 验是海 是不是海水 验刑的人 很多时候 他就不太喜欢去近海边 这些可能叫做游船库 游水 他觉得游了之后的人 就不太清爽 可能觉得很累 但当然 间中 都会在近海 在海会舒服 那就是说 验刑的人 是受到海洋影响的 近海边 验水会影响他的 跟验刑的人的阵营 很多时候 是有周期性复发的 我记得有一次 遇到一个病人 那他的问题 就是他发烧的 他很有趣的 时不时 有周期性出现 他又不知为什么 总之 每一个月 或两个月 他就会发烧的 那他的案子 我最后发现 原来他过去 曾经患过药疾病 是Malaria Malaria 表面症状 你知道Malaria 是蚊虫咬叮伤 所传播的一种 热带的病 其中的症状就是 发烧 高烧 时不时 虽然他吃了西药 表面就以为医好了 但是呢 这种这样的 无端端 周期性去发烧的症状 是不断地出现了几年 直至 我在同学疗法 我断了他的症状 他是炎型的症状 我给了他之后 他以后就再没有这个问题了 炎型的人 都有贫血 有些人 喜欢吃炎的人 有贫血的症状 炎型的人 容易出现一种病 就是一种神经的病 就是多发性 硬发症 现在香港中文 都开始多一点 Multiple Sclerosis 这是主要的神经的病 炎型的人 很多时候 头部 面部 会出现一些抽下抽下的症状 或者少少的轻微的震荡症状 可能在神经性的症状 出现了之后 好了 表面来看 我曾经跟他说 炎型的人 是比较严肃的症状 还有很实 他的衣着 他的服饰 他的发型 都是比较稳重的 很实用的 不会很夸张的 不会弄到很高的发 或者很长的卷的发 不会很稳重 很实用的 通常他穿的衣服 都是比较丰重的 我记得有个病人 他穿的黑色西装 是女性的 当然银行家 可能他公司上班的服装 都是属于黑色西装 还有戴一些眼镜 比较沉重 总之不是flattering 不是很夸张 很夸耀的服饰 他的面部 通常是比较瘦 嘴唇是比较薄 而且有时候是比较薄 颈部属于长和瘦 也有时候 你会看到 那个严不扬的人 大腿和臀部 是比较肥大 皮肤就比较 青白 有时候 你会看到 蓝筋都容易厌出来 一种斯文 庄重 面部瘦瘦 颈部瘦瘦的外表 通常会这样 有时候 它会缓云 我们叫Vertical 有时候旋转的云 可能怀疑的时候会差一点 或者喝了茶之后差一点 或者软望的时候会差一点 这些会导致它 很严重的恶心症状 当然 运上浪也会 现在这些是怀孕的时候出现的症状 还有 当它暈的时候 它会倾向于跌 它会跌下去 倾向于跌在左边 如果有个人 他说 我最近常常都暈的 天传地转的暈 还有个人的脚步是不稳定的 很想跌想跌的 如果我们问他 通常跌在哪方面 有时候有些人说得出 但是很多人都说不出 总之觉得脚步不稳定 有时候 我通常会倾向于跌去左边 你看看 如果他的样子 性格很尊重 很沉静 很斯文 穿得很保守 那种衣着 还有 他的样子 你看到 是瘦瘦 面瘦瘦 还有 颈部 是 比较瘦 长 也都问他 有什么时间 会厉害一些 他如果告诉你 我当十点钟 太阳在高空的时候 我的问题会多些 这个 我们就会考虑 用盐 就是用盐 这个尿剂 当然 盐型的人 也都很喜欢 吃咸的东西 这样的 好 谢谢袁医生 有一节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第二节回来 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欢迎大家回来自然疗法与你第二节 欢迎大家回来自然疗法与你第二节 特征还有什么特征呢? 其他身体部位和系统还有什么特征呢? 好了,我们来看看头部的特征 如果有点疲惊 太光就会令到他头疼 还有太阳晒得很厉害 也会用于他头疼 而且他阅读得太长 也会令到他头疼 而且他有时头疼 在惊奇之前或惊奇之后 或者是噪音太厉害 甚至乎是砍痛头部受伤 如果有一个严刑的人跟我说 哎呀,我有头疼 我问他什么情况之后会差一点呢? 他说,我通常太阳不行 我很怕光的 所以我经常要戴着太阳眼镜 为什么呢? 如果我不戴太阳眼镜 我会不会头疼 你立刻想到,咦,可能是严刑了 你问他,曬太阳? 他说,我不能曬 为什么?我曬太阳也会头疼 你又可以想一下他是严刑的人 我们很多时候需要这些关键性的准确资料 还有,头疼有时间性 如果你问他哪个时间最差呢? 如果他能够说到 早上10点钟 或者是10点到3点 10am到3pm 这个时候就是太阳最顶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对严刑的人的头疼会最特别厉害 那头疼是怎样痛呢? 那头疼有很多种形式的痛 如果他能够说到,头疼有很多个锤子 来敲打头疼,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很特别的 这种感觉很特别的 对不对? 这种感觉都会考虑的 有时候很简单 如果发现这个是school girl 你看她的体型 问回她的家人 她说这个女孩很乖的 很斯文的 很负责任的 常常帮家人打责任的 而且你问她的情绪如何 通常她很乖 很斯文的 很内向的 你开始想想想 再问她 喜欢吃咸的东西 是不是喜欢吃咸的东西 她说很喜欢吃咸的东西 基本上你都是严不承认的 如果能够每个病人都这么快 搞定 那当然最好 很可惜 不是的 有时候又不可以 不可以 我叫做put words in your mouth 我们引导你说的是错 应该要自动自己说出来 所以问题要很有技巧 要不然你就会自己堕落自己的陷阱 会弄错了 好了 那当然她怕光 所以有时候她会觉得 如果我头痛 我通常去睡一间清静的黑蒙蒙的房 OK 那就会舒服些了 而且她发现我出了汗之后会好些 或者我冻枯 冻枯拿冰袋去敷我的头 也会舒服些 通常头痛的部位 其实任何部位都可以 但有时候 倾向多些出现右边 右边的头痛 尤其是扁头痛 Migraine 通常是一边性的 或者后尾枕头痛的部位 会在那里 而且她说得出来 她说我在头痛发作之前 我会觉得面部或者嘴唇 有一种麻木的出现了 或者觉得四肢有一种麻木感 即是在头痛之前 她有这样的鲜绍 鲜绍 鲜绍的感觉 面部或者嘴唇有一种麻木 好了 也有时候她出现了 面部的神经痛 如果病因很可能 因为曾经患过药疾病 Malaria 用了很多这些 金鸡纳伤的药物 去抑制药疾病 结果出现了 副作用 后遗症 就是面部是神经痛 这次的神经痛 就是在左边 尤其是左边 要左边神经痛 过去曾经患过药疾病 药疾病通常 西若是用金鸡纳伤的 做过之后 她说我自从药疾病医好了之后 我就出现面部神经痛 尤其是左边 基本上 你再问多几个主要的症状 你都可以想到是炎症的人 嗯 明白 炎症的人 有时候头皮有些白色的头泥 其实头泥是很普通的 甚至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 白色的头泥 还有发源 发边边的头泥 白色的白块 就容易出现干干白白的 头泥容易出现在发源 做为炎症的人 有花粉热的症状 尤其是她们很用脑 很多情绪 老道 很多屈结性格的人 有花粉热的人 还有她的花粉热 流出来的鼻涕 通常是蛋白 好像蛋白那种 稀稀黏黏的 双风的时候 她通常打一轮黑痴 有很多黑痴 双风打黑痴 还有她流出来的东西 是稀稀蛋白型 看她的样子 看她的体型 瘦瘦 很严重 很严肃 很严肃 很乖 很听话的小孩 基本上你都可以想到 这种的双风 是炎型的双风 好了 双风得来 炎型的人 很多时候 就会出现抛诊 尤其是嘴唇的抛诊 多 甚至面部都可以 可能鼻角两旁 鼻尖两旁 或者口两旁 或者下巴那里都可能 但当然 最常见的抛诊部位 通常一般是嘴唇的部位 是这样的 还有炎型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它的唇是很容易裂的 很容易裂的 尤其是嘴角裂 这是一个炎型的很特别的症状 还有很多飞肢 里面的飞肢 可能是眼翼的飞肢 或者舌的飞肢 或者舌的飞肢 或者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可以考虑一下 一个炎型容易出现的症状 好了 眼部有什么问题呢? 炎型有很多时候 会告诉你 它经常会流眼水 尤其是被空旷的地方 被风吹出 很多时候会流眼水 当然被风吹出 流眼水也不是这么多人 会出现的 如果是被风吹出 流眼水也很普通 但它比较特别 如果流眼水 如果它咳咳 会流眼水更加热 如果它阅读多 它也会流眼水更加热 即是跟水有关 跟稀的水有关 好了 然人的眼有一个很特别的表象 表证 它看到 很多时候在眼盖上 有一条横的线 是跨下去的 一个横的线 在上眼盖 是横过中间的 很多时候 人们好像做个角双眼皮 特别的 画得很高的 可以看到 在眼盖的中间 上盖 可以看到 甚至有时候 下眼盖 都有看到一条很幼的线痕 在眼盖的边缘 也能看到 好了 它会 眼痛 眼流眼水 眼痛 尤其是望远望得耐 或者阅读太多 也有时候 头痛之前 视力 视角有点困扰 扁头痛 通常都会有 扁头痛 不是一般性的头痛 视力有点困扰 好了 还有一个症状 叫做Allergic Shiner 即是黑眼圈 很多时候 生日小孩 眼下面 好像有一份黑的印在 这个也是一种 线症状 加上 平时很喜欢戴太阳眼镜 黑太阳眼镜 戴得很大 随着太阳眼镜 原来眼袋是黑黑的 看它的形状 是瘦瘦 颈是瘦瘦 长长 喜欢吃咸的东西 这是很明显的艳影 喉咙方面 我刚才所说 表面看到喉咙是比较瘦 没有什么肉 是瘦瘦长长的 喉咙的面 都是这样的 但是喉咙方面的症状 很多时候是甲上腺的问题 甲上腺的问题 或者大颗抛 当大颗抛的时候 那颗颗一定不会瘦瘦长长 或者喉咙炎 喉咙炎有一种刺痛的感觉 有刺痛的感觉 或者喉咙感觉 喉咙好像有一股东西顶住 这种喉咙症状 有这种喉咙症状 腸胃 腸胃 通常有胃肺羊 这些胃肺羊 很多时候是跟情感受伤 情感失落 或者有些情感的糾纷 导致他胃肺羊都很厉害 那吃的东西方面 炎症状的人 很明显是喜欢吃咸的东西 什么东西都是放醬油的 一般人吃东西 他总是觉得不够咸的 这种很强烈的症状 是喜欢吃咸的东西 也喜欢吃酸的东西 也少少喜欢吃柠檬 喜欢吃苦 喜欢喝啤酒 喜欢吃巧克力 喜欢吃鱼 喜欢吃鱼 又喜欢吃烤焦的多士 喜欢烤焦的多士 喜欢吃面包 喜欢喝奶 但是最强烈的 喜欢吃的东西 就是咸的东西和酸的东西 有什么不喜欢吃呢 其实他们就是不喜欢吃肥腻的东西 不喜欢吃脂肪的东西 有些吃滑散散的东西 例如蛋白 他不喜欢吃鸡 某些时候不喜欢吃面包 有时候他也说不喜欢吃盐 或者牛奶 尿剂始终不同型的人 所以不一定是很喜欢吃咸的东西 偶尔会看到有人说不喜欢吃面包 我不喜欢吃咸的 不喜欢吃盐 不喜欢吃牛奶 这些都有机会看到的 所以我们找尿剂 有时候就不要死板板 如果他说不喜欢吃咸的东西 不代表他一定不是严刑的人 他也可能还是严刑的人 他有时候不喜欢吃面包 这两者都可以发生的 好了 他通常会喝冰冻的东西 炎营的人体温是比较暖和暖的 但是偶尔会有些怕冰冻的东西 他喜欢吃冰冻的东西 除了喝冰冻的人 有其他的疗剂 我们没有可能没有情况 我们也没有可能提及到的 就是乱酿的人 以及硫黄痰的人 也会患有这些疗剂 还有盐形的人 有时候会突然间 带结肠炎 突然间就要去去泊 甚至乎却妥却出现肝门 大便之后会出血 当然结肠炎 结肠炎是严重的结肠炎 会有这些症状 严刑的人很多时候病因 你可以看到以前受到不愉快的情绪 抑压了 变成身体内部出现症状 还有严刑的人有时候会出血性的痔瘡 有时候肝硬的大便是整损了 有时候肝硬你会看到的 他不肯去大便 为什么呢? 他在大便的时候会整损 会痛 这个我有时候都会遇到的 这个是腸胃方面的症状 避尿系统性器官有什么症状呢? 严刑的人很有趣 这个在我们的书文献上都经常有提及的 严刑的人有一个症状 可以叫做Bashful Kidney 就是很害臭的 肾很害臭的 什么叫肾很害臭呢? 严刑的人不可以在众人的公众的地方去小便 就是觉得很尴尬的 他宁愿是忍一下忍一下忍一下 有些空中小姐大佬在上面这么多个小时 但他硬是不能去飞机上的公众的 他就会忍一下忍一下 当然会忍到尿道然、膀胱炎会出现的 这个是一个很特意的 如果你见到这个症状 他会觉得很尴尬 他不喜欢去公众 这是一个很强的严刑的症状 当然不是个个严刑的人都有这个症状 还有一个就是很容易 急趕的时候谷得很厉害 会流疗的 有时候会流疗、嗡疗 还有有一种慢性的肾炎 慢性的肾炎 还有还有一个症状 他的症状有时候是无端端脱落的 只要遇到一个病人 这是一个比较特意的症状 不会很多人有这种症状的症状 如果有病人的主数 不知为什么 什么原因也好 我的症状突然间慢慢脱落 这是一个疗剂 还有是子宫下垂 还有长期的慢性的白带 有时候流出来的比较稀 还有是比较蛋白的稀稀的 这种慢性的白带 还有严刑的人 虽然我和他很正经 很含蓄、很保守 有时候他发癫起来 开放起来 在进行性行为的时候 会讲粗口 这些我都没什么机会问得到 有时候 如果你遇到一个自己的情侣 平时很贵斯文 但是想不到 在那时 那一刻 发泄出来 这个考虑 很可能是炎型的人 当然炎型的人 很多时候 痕防的时候会很痛 因为他的阴度是比较干的 出现阴度炎 炎型的人 很多时候是和水有关 和稀薄的水 因为太干 或者水分太多 好像长期的白带 水分太多 而且因为阴度干 而导致痕防御的时候会痛 有些情况 当然 有些女性 就是不喜欢痕防的 很怕的 很真的 尤其是 当她的情绪 受过伤伤 有这样的心理行为方面 好了 在胸部的症状 通常炎型的人 可能会出现 哮喘 这种哮喘 通常是黄昏时段 比较差 5点到7点 头痛是10点到3点 但是 哮喘 不是10点到3点 哮喘差的时间 是黄昏 5点到7点的时间 而且睡觉时 会感觉到心跳 还有如果她睡在左边 会变差一些 或者听到声音 雜音会变差一些 而且她很多时候 会哀声叹气 那你会想到 如果你情感 整体这样 抑着抑着抑着的时候 你有这种 哀声叹气 有时候也会输蜻 有时候 你有时候 你跟她聊天的时候 偶然会看到 很容易不自覺地在喊一種嘆氣的聲音 好了,我們四肢的背部 嚴型的人當時會背痛、下腰背痛 但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當腰背痛的時候,它會喜歡捱一些很硬的物件 可能在後面拿著拳頭頂住它,或者放在一本硬的書 放在後面頂住它 總之,它覺得下腰背痛的時候 有些硬的東西頂住會舒服 不只是鋰匙那麼簡單 鋰匙很多人都會這樣做 它直接拿硬的東西拿著拳頭頂住它 它會覺得腰背痛會舒服一點 好了,手指皮膚裂 或者是手指皮膚脫皮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有些人發現手指皮下有很多水脂 很容易痕的 然後撕一下它,它就會舒服一點 會撕到皮膚也會脫的 所以手指本身脫皮 手指尖脫皮 或者指甲是有裂症狀 或者四肢濕疹 或者封爛 牛皮癡 或者我叫做ringworm 就是那個山癡 就是那些圓的皮膚感染 一個圈的ringworm 有時候呢 這種尿症狀是對這方面特別好的 好了 指甲方面 刀刺 有些人都會刮刀刺 刮刮傷痠痛 這個情況 有些人解決潤滑液 都不太好 很容易出現刀刺 當然你不要刮刀刺 一刮刀刺就痛了 或者手部有震的症状,或者整个头部有轻微的震荡 之前说过,他有咬手指的习惯,或者捉手指的习惯 我过去医过这些症状,我记得有一次,当时我在加拿大行医 在扶仔里面,有一个大人,是一个骑警,是一个警察 我发现他的手指,手是没有指甲的,完全没有指甲 人家咬,咬少少,咬一半,他咬到没有指甲,你怎么咬 结果我给了疗剂,疗剂不是验型疗剂,我给了生虫疗剂 我记得,有两个案例都是这样,很有趣的,很多时候因为生虫 因为生虫关系,人家咬,咬到连指甲都没有了,吃十个手指是没有指甲的,大人 结果我用了疗剂,医治后,他以后就没有咬 我记得,有个年轻人也是这样,咬指甲,咬到没有了,我给了生虫疗剂 他一吃之后,他妈就打电话给我,原来他生虫,虫开始是高门爬出来 之前,虫在里面是吊他的,你吊一下吊一下,你有一种心引在里面 你不知道怎样好,你就不去咬手指,咬咬咬咬 很多时候,发现咬手指在背后是因为生虫的关系 好了,睡觉,当然失眠的时候,他如何失眠呢? 因为经常想着那些不开心的事,日间发生的不开心的事 过去发生的不开心的事,就想着思潮起伏,就睡不着觉 有时候,你说我睡不着,问他为什么? 有些疗剂的睡不着觉,就脑袋很失望的,很多很多是在发生的 OK?也有些疗剂,就是想起了些不开心的事 睡觉,那么嫌婴的人,就喜欢睡在左边 我曾经说过,嫌婴的人很怕拆脑入屋 有时候,发梦遇到贼佬 好了,这个就是嫌婴的人在身体各系统特异的症状 好了,我们知道了嫌婴的人物性格,还有什么关键的特征之外 之后,我们现在很想问一下袁医生 那么,到底嫌婴这疗剂,适合什么临床的病呢? 或者有什么成功的医治那些什么病呢? 我刚才跟大家分享每个系统的症状,其实都解释到了 综合来说,一般大部分人都是习惯一下,看看有什么病,有什么医的 敏感,通常是被稀释的敏感,有很多症状 贫血,无缘症当然是贫血的 当然,你可以验它的时候,说它可能缺血,或者B12,或者叶酸 什么原因都好,今时今日的人,无尊端贫血是体质的问题 有时候,除非它说经期过多,有些解释到的 但很多时候是体质问题的 那个嫌婴的人,有时候会有无缘故的贫血 或者是小孩子,小女的贫血 我记得以前,很多人说小时候,经常贫血打B12心 有些小孩子会这样的 其实是嫌婴的人可以医治它 肺脂,很痛的肺脂,心律不规则,烤喘 以及对化学的敏感,很多方面的化学的敏感 现在很多人都有的 接触任何的化学东西,或者去百货公司 去的shopping mall,或者家具店 闻到这些化学东西,很不舒服 长期的疲累症状,结肠炎 还有是黏黏组织的病 情绪低落,抑郁症,糖尿问题 还有痕防痛,濕疹,发烧 无缘无故的发烧 我曾经所说,有些发烧是周期性的 不知为什么 胃痛,遗疹变太难 痿症如果咬咬咬得咬咬》 肺障 Grand narcissus 我店轻有质疲通的感觉 那就解释不到 当然原因不是一种鼻子 鼻子在内部 但她那种感觉 好像零不能够抑郁症 但感觉有一种奸价 当她的或许心 肺币竟 сказала,都神正在说 情绪出玉让上头瘤症 的爭症 心当痛�ought 她有一种态疲引 Graves disease,头痛,痴疡,出血,抛诊,高血压,大肠炎,肠敏感,失眠,腰背痛, 痴疡,药疾病,癌症,扁头痛,多发性的癌化症,肾炎,肥胖症,都有的,虽然有时我们说,炎症的人通常比较瘦瘦的,尤其是上身,颈,头部比较瘦的,但都有肥胖症这个症状。 肥胖症,肥胖症,肌前症候群的症状,牛皮痴,肥胖症,坐骨神经痛,防止方面的功能性的障碍, 特别情况,例如飞食肺炎,或定乎会有很恐怕那个性行为, 和可能认为口侵復命,口侵 surgivificant病毒 、前致病毒疗亡疑 甲上腺发炎 皮肤的毛菌 风烂 阴度发炎 天旋地主这种缓云 在我们过去二百多年来 跟疗法的炎症是有很多这种病症的 明白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炎症的资料 今集时间就到这里,拜拜 好,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